中加緊張關係升級 中國驅逐加拿大駐上海一個領事 反制加拿大驅逐中國一個外交官 早時被加拿大驅逐的是 中國駐多倫多總領管 正新領橋處負責人趙毅 因為保守黨議員莊文浩 在新疆議題上批評北京 參與恐嚇莊文浩和他在香港的親屬 加拿大外長趙美蘭星期一發聲明 將趙毅列為不受歡迎人士 說加拿大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 外國干涉加拿大內政行為 在加拿大的外交官已經被警告 如果他們從事這類行為 將被遣送回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is 趙毅莊文浩事件 由5月1日曝光 短短10日已經發展到 家中兩國政府互相驅逐使節人員 加拿大外長趙美蘭 就說已經警告了住加拿大的外交官 一旦趙毅事件 即是用任何形式的外國干涉 加拿大的內政行為 就一律將他們遣送回國 細猜不到 自從今年的年初 印尼巴里支二十峰會 習近平多面摘爛 加拿大薯仔總統小杜魯多 加拿大就一直強起來 這樣計結果 大家都會預料到 日後加拿大的小物 就肯定不能夠賣到中國 至於今次的佐文浩趙毅事件 大陸的回應 由最初那個的毛鳴 說佐文浩的指控是指虛烏有 發展到昨天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再次強調所謂中國干涉加拿大內政 是對中方的污衊抹黑 再次強調中方是有力回擊 一切後果由家方承擔 關於毛鳴和汪文斌同一口徑 用指虛烏有和污衊抹黑 說中國的外交官 是沒有干涉到加拿大的內政 關於這一點對海外的香港人 一般應該都會較為相信 加拿大的政府的說法 即是說在佐文浩事件 趙毅是有恐嚇過 佐文浩在香港的親屬 因為這一種的手法 我們最近就從外國新聞網絡 不時聽到一個所謂叫做海外110 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省市的公安局 在中國海外設立的平台 為海外的華僑華人提供包括警務協助 打擊涉強犯罪活動 辦理證件和報告公民身份變化等等的服務 但是這一種的海外110 就在最近4月18日 在美國的紐約FBI 就拘捕了兩名美籍華人 就當了他們是海外的秘密警察站 根據BBC的報道 至少有100個這樣的警察站 遍佈全球53個國家 對於海外的大陸人 究竟去視這些海外110 是幫助他們 還是監視他們的海外秘密警察 Stanley就不得而知 但是對於海外的香港人 以Stanley為例 我是沒有受到海外的999 為我提供服務或者監視 故此在莊文浩的事件 究竟趙毅是有多強烈 跟他說會搞到香港的親屬 Stanley就是有一定的空間 去觀察今次的中加衝突 但是有一點 Stanley認為很多海外的香港人 包括Stanley 是絕對歡迎在趙毅莊文浩事件 中方的有力回擊 即是說當加拿大要驅逐趙毅匯國 而中方就馬上將加拿大駐上海的一位 旅領士同樣給他五天時間 說他是不受歡迎要回回加拿大 Stanley之所以歡迎中方這一種做法 原因在一個高格調的外交衝突 最終都會令人知道 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喜歡 被外國政府去滲透干涉 此外 在莊文浩事件 他是講到海外的香港人 一個的切身關注 就是究竟海外的香港人 在海外的言論 會不會令到自己在香港的親屬 所謂央及遲餘 關於這一點 Stanley就認為 當莊文浩為到新疆事件而起眼 甚至乎去跟香港的親屬割蓄 以及被大陸制裁 Stanley就認為 假如趙毅真的有 用莊文浩在香港的親屬 去恐嚇他 趙毅被遣送回國 對海外的香港人 就絕對是好事 情況就有點像 楚漢雙真 在分一杯筋事件 最終會令世人硬起來 拒絕向真正無賴屈服 人家有殺人之心 可否這是你自己的兄嫂符號 真是見死不狗 哈哈哈哈 你不記得了嗎 當日我們在天下人面前 結為兄弟 你要炮殺我家人 即是炮殺你家人 你立意要炮殺自己的父親 那不如將他炮成肉漿 記緊要分我一杯羹 在毛澤東有一句語錄 就叫爹親娘親 就不如無主席親 同樣在聖經的馬太福音 耶穌亦都這樣說過 人愛自己的父母兒女 過於愛我 即是耶穌 就不配作我的門徒 即是耶穌的門徒 同樣在今次 趙毅佐文浩事件 由於佐文浩在新疆事件 勇於發言 而受到中方制裁 甚至乎佐文浩為了自己的信念 而決定和他在香港的親屬各種 撇開支持維吾爾族人 究竟是否一件正義的事 在這裏我們就不處理 但是我們從信仰的角度 莊文浩是絕對 Fulfill毛澤東和耶穌 作對門徒的要求 所謂叫做達標 而在剛才楚漢嬌雄的分一杯羹事件 鄭少秋所飾演的劉邦 又或者這位加拿大保守黨議員 莊文浩在各種事件 就被人有一種賴皮的形象 但是相對 要脅要攀去父母、妻子、兒子 的楚霸王漢宇 甚或從莊文浩口中所說的那個趙毅 說要威脅去的香港的親屬 雖然肯定未到說要攀去父母親屬儀式 但如果你要問鄭忠基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無賴 此刻在海外的香港人 以及在香港的香港人 就肯定認為那些設著自己有權有勢 去凌虐和他們自己政治意識形態 不同的人甚至乎要挾持那些手無寸鐵的人士 要對方屈服 這些人肯定是衰過鄭忠基所描述的無賴 而Stanley相信在這次中國的有力回擊 亦都要告訴世人 在莊文浩事件 就算趙毅在言語上有涉及恐嚇 莊文浩的言辭 絕對就不會去到楚霸王漢宇那個程度 即是說有實質的行動 去對付莊文浩在香港的親屬 以此總得來說 Stanley就認為海外的香港人 是絕對落於見到這次中國的有力回擊 趙毅和莊文浩事件 Stanley就認為在這件事件曝光 Stanley相信在冥冥中有一個主宰 他是會看待香港人 讓他們在飽受最近幾件社交網絡 受到起訴和判入獄事件的威脅 從中國和加拿大這次莊文浩事件 而相互驅逐外交官和領事的事情 而要讓世人關注香港人 因為海外香港人的言論 而要背負受同客的壓力 在最後一個remark Stanley是尊重那些愛神 甚至乎愛毛澤東 多於愛自己父母兒女的人 他們才是真正的門徒 又或者叫做紅衛兵 當然他們都要為自己 要做耶穌的門徒 又或者毛澤東的紅衛兵 而要付上代價 對比耶穌的門徒 毛澤東年代的紅衛兵 從西方的角度 他們就是批鬥人的一族 在文革的年代 很多人就慘悲他們的批鬥 他們最終的結局 當然跟耶穌的門徒 在基督教信仰的角度 是會有不同的回報 好最後都要說回這一句 Stanley是很開心見到這次 莊文浩事件 中國對加拿大的有力回擊 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包括當今的中國大陸 以及香港 我們都是不喜歡見到 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國家 是受到外國的政府 滲透和干涉 好今天這條片就做到這裏 拜拜